Hello 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 我是鱼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任务 一打的挑战状的攻略视频 首先传送到长叶灵庙右上方的传送点 从东方向跳下来 这里有两个开关 在白叶才可以激活 两个机关各打一下 打完之后在旁边转换至长叶 然后跳下来进入迷宫 我们需要带一个水元素角色 把迷宫里的四个水元素放背激活 激活后中间的机关就打开了 在里面有一个华丽的宝箱 打开宝箱会获得一打的认可状 在我们的左手边有一个NPC 和NPC对话揭取任务 跟随任务指引来到下一个地方 激活机关后跳下来 先向南方向走 在这里有这个解密的提示 需要把迷宫的两侧变得对称 我们先转化至白叶 把面前的机关启动 靠近我们的闸门最后打开 然后来到右边的机关处 打两次 把最左边的石壁拉过来 此时这个石壁就已经在正确的位置了 回到左边的机关处 把闸门拉下来 然后来到对面 把对面的闸门打开 再来到右边的机关处打两次 这时左边的石壁也来到了正确的位置 再次回到左边的机关 把闸门关闭 接着向左走 打一次机关 把中间的石壁拉到中间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解密了 然后回到宝箱处 转换至成叶 就会发现 宝箱已经解开了 打开宝箱 获得另一个伊达的认可状 和一个成就 然后回到长夜灵庙右上的传送点 去和NPC对话 对话之后就可以打开密室了 密室里有一个宝箱 宝箱里有另一个任务需要的道具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